为何这一句有本事开火控雷达造物 让弯弯飞行员破防了 刚刚结束的环岛军演中 我国歼16战机飞行员的一句有本事开火控雷达造物 却被对方听成有种开火 不然挨揍 让两岸网友纷纷炸窝 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面对解放军强硬态度 弯弯飞行员最终选择果断咽下了这口气 并没有打开所谓的火控雷达 很多人不知道 火控雷达可是一款极其敏感也十分危险的装备 简单来说 它就相当于狙击枪的红外瞄准仪 一旦双方军机在相遇时 使用了火控雷达 就相当于拿狙击枪瞄准了对方的脑袋 不仅不礼貌而且十分危险 换句话说 开火控雷达不一定会引发军事冲突 但是在空战发生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火控雷达 再回到这次演习中 我军飞行员敢于说出 这句有本事开火控雷达照 本身就透露着一种霸气和自信 此外也有军迷听到这句话后